靜在运通 财富指挥官 财富掌评版 而且欢迎收看最准的财富指挥官 各位注意啊 其实我不是要往脸上贴金 是让各位轻松一下 有没有记得 以前有个分析师都讲自己最准 其实每个分析师都说自己最准 但是我讲一件事情就好了 到底是不是把这个转折呢 到底是不是把今天的行情 特别是今天有危机 各位注意到今天有危机 你听我的这个LINE 你听我的YT里面也跟你讲得很清楚 包含昨天的节目也讲得很清楚 特别是今天有转机 特别是今天有转机 各位看到没有 这个我看一下 这个4128中天 OK 各位看到没有 今天有转机 今天有转机 各位看到没有 甚至各位今天这个股票继续在强势 危机跟转机都在节目当中 都已经公开明确 而且你只要有打开眼睛 哪怕没有打开声音 我都告诉各位了 这是前天的节目 前天的节目我说注意观光股啊 我们还在继续 对不对 然后药华药前天开始我跟你说 请你特别留意 观光股跟生技股呢 会变成最重要的主流 昨天的节目 生技观光是避风港 而且避风港的原因是要开高走低啊 宝瑞涨停下一档 各位看到没有 泰福今天也算先跟上来了 所以我这么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一下下 等一下我们还是 你看一下我的YT里面 所有的东西都让你印证啊 注意哦 你泰福你在这个尾巴在那边翘来翘去啊 我跟各位讲 是因为贺癌平到齐了 所以我里面录的今天呢 包含泰福啊 还有德英啊 德英啊看到没有 这跟乳癌有关系啊 注意哦 那么下一档 注意成交量在生技股啊 投信买进各位看到没有 投信买进的 合一中天 合一的合写错 合一中天 还有外资买泰福等等这个情况啊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我跟各位所讲的事情呢 那么不但是我自己的YT 都是及时性 前一天就跟各位说啊 而且呢 在本节目当中啊 我相信大概你没有看到一个节目 跟你讲得那么清楚啦 前一段时间2736的 2736的 2736 来富野 看到没有 这段时间一路上往上狂啊 同样的之前的2743啊 一路上往上狂啊 然后我们开始跟各位讲说 请你注意 生技股来了 生技股来了 领头扬在这里啊 后面也跟着是一档接一档的冲上来 各位看到没有啊 所以等一下我们要跟各位讲 没有错 观光股已经冲上去了 生技股请你一定要好好把握 而且等一下什么原因 你一定要过来看 而且全台湾只有我有生技致富宝典 以及各位所看到了 生技致富宝典跟我的DVD啊 所以生技股几乎从头到尾都是黄老师 可以这么说花很多年心思下去研究 别的老师都不研究这个 我觉得很可惜啦 所以今天来第一个重点已经跟各位讲了 该转的 该趋吉避凶的 该避凶的有没有让你避啊 该避凶的有没有让你避啊 该趋吉的有没有让你趋吉啊 该趋吉有没有让你趋吉啊 有没有让你趋吉啊 你去想要4911啊 亲爱的投资朋友 所以今天来我们要跟各位提到一件事 我昨天就讲得很清楚了 你不要管那个升息两码三码 你去看我的YT是不是也这么说 我相信应该每个人都去看了啦 今天LINE ID上面也这么写了 我说今年重点不在指数啊 你不要管它两码三码都没有用啊 都没有用 因为已经把这个美国股市的筹码给弄乱了 我说过 昨天晚上两码三码 其实呢 那个要性都不够强 因为不可能翻到这里 也不可能翻到这里 翻到这里1200点 翻到这里2500点 怎么翻啊 翻不过去啊 你说老师 你讲的跟别人讲的不一样 我讲的才是真的一样 别人讲的才是不一样 你看一下比特币 比特币是敏感度最高的一个指标啊 昨天晚上听到升息三码有弹吗 就在原地而已啊 你再看一下美国倒雄指数 其实严格说起来 根本没有弹起来 油价也没有跌下来啊 这时候怎么办 难怪今天台北股市 你看李德老师今天又说 没有问题 一定大涨 升两码大涨 升三码小涨 结果升三码 他就说因为升三码所以小涨 我真不好意思讲了 那如果升两码呢 照常涨不上去啊 我就这么告诉各位一件事啊 各位注意啊 那个量能到目前为止还是出不来 所以开高之后一路 沙沙沙沙沙沙 一路走低啊 那这种状况之下 我一直跟各位强调 来今天我们要讲另外一件事了 你会不会帮自己趋吉避凶 我觉得每次我讲到这里 我都觉得很难过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明明告诉你方向了 可是大部分的人 他情感上面喜欢电子股 甚至老一点的人 情感上面可能喜欢传产股 或什么 或长龙 阳明 万海这些股票 他那个是情感上面 但是做股票不能带感情啊 我之所以可以坐在这边这么久 很多分析师跟我同时间出道的 早就消失了 就是他们做股票都是 凭感觉 凭感情 我们不能凭感觉 不能凭感情 一定要眼见为平嘛 各位看到没有 量出不来怎么办呢 哎呦不对啊 生计类股爆出量来啊 有没有看到 生计类股一二三四五六 这几天都在爆量 你再看清楚啊 量出不来啊 生计类股一直在爆量 代表什么 代表有人啊 是一啊 代表有人在卡位生计股嘛 所以我跟你讲说 注意啊 生命资金智慧寻找出路 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到没有 盘整出标股啊 那么这个行情里面呢 那么美国一直在防啊 所以1521 15616这个地方会有撑啊 包含我们的护盘基金也在撑啊 但是问题是上面过不去 甚至你上面还要再往下压回了 你现在这里是绝对碰不到 因为这里有个跳功缺口 所以现在反而是以这里为中压力 看到没有 今天是不是到这个地方就已经快不行了 那我现在是盘中在录节目 晚上要去股市现场 所以你自己可以看得出来 我有没有用流水理论 这叫流水理论 我有没有告诉你真正的答案 我没有告诉你真正的 真正的避风港在哪里 我不是第一次了 今年年初我也带你避开电子股的下跌 这波一样带你避开电子股的下跌 年初靠什么 年初靠三富 靠长龙行 靠凤凰旅游啊 那现在靠所谓的富野 现在靠什么 靠生计股啊 有没有看到啊 而且各位常常会发现一件事情 有些细微的地方 你一定要跟上黄老师 因为我在讲三富的时候 有人说三富的代号几号不知道 我说不知道的话 拜托一下 你头肩底知道吧 倒过来念成富士山你知道吧 他是做旅行社你知道吧 结果从25块涨到81块钱 我们等一下来讲这段路程 那么不久之前各位看到没有 6月2号我上股市现场 今天晚上还要再去上 我跟各位讲说 请你注意三富涨3.2倍 富野会涨多少 亲爱的投资朋友 富野果然也大涨了 OK 然后我跟各位讲说 有一档股票我一直来不及去讲它 但是它也是标准的头肩底 那么如果等一下有机会 我们再来讲一次 我有办法 各位注意 你把旧的录影带掉出来 我有办法跟你讲核一在476块附近 我就有办法告诉你 要不要按照所谓的市场理论 按照所谓市占率理论 注意哦 生技股它不是用EPS去算 它是用未来市占率 未来市场去算 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 那么请第二阶段我们再来讲说 有没有机会来计算它 但是重点在这个地方 重点在说美国最近把这个整个 所谓FED FDA都把这个所谓的 整个一个这个药品市场 大幅的开放 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辉瑞都去做疫苗了 莫德纳做疫苗 这样你知道吧 甚至Nobovation也去做疫苗 大厂都去做疫苗了 所以新药这个地方 还有所谓药品市场全部停下来了 今年请你记得一件事 有一个东西叫做贺癌瓶 各位看到没有贺癌瓶是什么的 我实在实在不太想讲贺癌瓶 贺癌瓶其实叫做HER2 其实是乳癌方面的药物 是对女性是非常危害性 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疾病 那乳癌的末期 我先讲一下下 乳癌的末期 对对对 腹部很容易积水 这是非常悲惨的一个情况 因为当你腹部积水的时候 几乎也是没有救了 当你积水的时候 你不救他 他可能马上死掉了 当你救他 他可能只有一个月到三个月的 一个月两个月的寿命 所以德英做了一个事情 我们等一下第二阶段来讨论 所以没买到是没买到 但是还是要跟他讲 这个真的值得表扬 他可以把那个腹部饿水给消除掉 那乳癌呢 因为现在贺癌瓶的专利已经到期了 所以这一档股票头肩底完成 那么既然所谓的血癌也就是六四四六 六四四六药花药是血癌 血癌可以这样子大涨的情况之下 乳癌的市场 血癌的市场不过也才所谓的三亿美金左右 你知道乳癌市场多少吗 六十五亿美金呢 各位知道吧 没看错吧 我没跟你随便乱讲吧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这个答案应该就很清楚了 所以我说各位看到没有 等一下我们来一个来 我们认为美国现在这三个药品 现在正在大红特红 一个叫药华药 一个叫宝瑞 宝瑞做的是什么 其实宝瑞我有空再跟各位讲 做的是安城药 安城药在台湾 人家在美国是天王 结果跑到台湾来上市 没有赚到钱 只好乖乖的下市 但是现在呢 宝瑞很聪明 立刻把它买下来 立刻把它买下来 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药品 美国第三药 你看我是不是说到做到 注意请你记得 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讲的 就是属于贺癌瓶这件事情 那么专利已经到期了 那将来当然很有机会可以发挥 至于合一跟中天 我就简单的跟各位报告好了 你没有发觉吗 合一在172.5解盲之后 每次掉下来就是在这个位置 177.1 165.5 请问你该干什么事 请问你该干什么事 泰福在这里 注意哦 今天这一档股票 麻烦各位一定要想办法上车哦 你看他很得因 长成这个样 你看看泰福今天也跟上来了哦 贺癌瓶就是乳癌重要的药物 那么专利已经到期了 那我们没有去挑战他新药的地位 这个我等一下第二阶段再来讲 没去挑战他新药的地位 然后只是做生物相似药的话 美国这一方面是会准的 而且泰福所做的TS-05 据说在这一方面的一个副作用 比贺癌瓶小很多 这个是比较细的东西 我以后再跟各位说 所以我们台湾其实还是蛮有用处的 欢迎各位 想尽办法好好掌握 我们现在全部都一提哦 不管各位从我的line里面看到 还有看到这一则看到没有 贺癌瓶让这个泰福得益涨停下一档哦 欢迎各位想争取这一档 尤其是现在 生技股几乎是唯一的人道走廊 唯一的资金出入 想争取这一档 贺癌瓶专利到期 那么像泰福像药华药 像宝瑞这种所谓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所谓的药物的 请你想尽办法跟上来 生技股不涨则瓶一涨就能涨停 涨停再涨停 我们等您电话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黄敬哲老师声明书 近来网络诈骗猖獗 利用黄敬哲肖向发送赖讯息 提供不时的股票分析意见 或推介建议 诈骗投资人 请投资人勿受骗上当 若有疑问 请拨打运达投顾公司电话 02-2781-0909确认 以免权益受损 考虑财经时纪 迎接2022财富重分配 苦海茫茫 产业领行 您需要不是一档股票涨停 而是党党大涨 涨不停 持座第一手 财富一定有 带您切入起涨最低点 涨停 涨停 再涨停 第一手涨停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周周勤勇力 周周拼价差 业绩股 题材股 人气股 涨停 涨停 再涨停 运达投顾黄老师 九大标五要领 专挑起掌 第一支涨停板 分担婚礼 再进再出 短线保护长线 周周拼价差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人生总会遇到许多风风雨雨 你可以不与理会 也可以提前防备 你可以一意孤行 也可以起身远离 See you 你可以钓鱼清新 也可以起身小心 记得下载行动水情APP 协助你度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经济部水利署 苦口婆心你 那么生计类股 我们必须要很直接的 说一件事情 除非你是天使投资人 所以大家现在有人在讲说 有个女明星叫张军令 哇 这个药花药 最近赚了很多钱 那除非你是天使投资人 不然的话 因为有的时候 你的资金可能会去投资别的 所以基本上我们不是 除非生计股已经开始出量 打群架 那我就会跟各位讲 我节目只有半个小时 你不能说我节目半个小时 通通来讲药花药 通来讲张军令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 各位还记得吗 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不就也是天使投资人吗 合一这一段不是也是给他大赚 通常天使投资人 他不会买很多 都是赚个几千万 但是我这么形容一件事情 几千万有的时候 总比你不会做要好多了 都是天使投资人 但是他有的时候 像韩国瑜是报了十几年 但是不管 当他这一段带动的时候 这一段上来的时候 他就会把很多的股票给带动上来 懂我意思了没有 一样的道理 当他这一段上来的时候 他会把很多的股票给带动上来 所以上一次合一涨上去 你记不记得中天合一什么 天一什么天国一辉 天国一辉 中天合一什么 还有中天合一 姓辉姓国对不对 天国一辉 然后除了他们以外 还涨了一大堆股票上去 然后后来是涨什么 后来涨疫苗 涨疫苗的时候就是所有的工作 所有的全世界的大厂 通通跑去做疫苗 那这种情况之下 会使得那么真的美国要需要 所谓生物相似药的时候 需要乳癌的生活 这个生物相似药的时候 没有 你知道没有 会使得说像这种树壁医 糖尿病 合一的糖尿病腰品到现在 还没有竞争对手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其实合一 我要说合一才是真正的股王 为什么 因为药华要再走这一段 发明了这一段 假如你各位把它缩小一点的时候 你会发觉一件事 合一已经开始赚钱了 它每到这里都是你最好的一个投资点 那当然不用讲了 中天也是一模一样吧 那看节目最重要是了解你跟成功者的距离 我想今天假如你手上是3037的新兴的 我相信心情应该很差 8046南店心情应该很差 对不对 我也这么跟各位讲 甚至318 甚至这个2603的长龙 我真的必须要讲一件事 美国国会跟美国几乎可以这么说 全美国都要打运架了 全美国都要打运架 都说都是你害的 你还在想这个问题 我觉得有点相差 有点太严重了 所以赶快换股票好不好 我真的必须要讲一件事情了 各位来看一下 我昨天讲到这里 昨天有一个客人在183块附近 不是183是在这里 200块附近 他单时拿进来 问我说欣欣怎么办 我只有送他两个字快轴 有没有想过 多夸张 200块现在169了 有没有想到这件事 我说各位 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们从3月份开始算 你跟着我做三副 大赚118% 大赚44块钱 你自己做新兴 赔79块钱 一张赔8万 跟一张赚4万4 我这一张大概 这张才多少 这张才20 这可以买10张 买9张好不好 一张可以换你9张的东西 所以这不是44乘9 你有没有想过 亲爱的投资朋友 那我说原因在这里 人家华通都涨了7块钱 你没看出来吗 华通是最大的PCB厂 南电本来是个很烂的PCB厂 好死不死 那个苹果说 他现在要做IC载板 所以让南电能够涨上来 苹果现在第一个 苹果现在也不怎么样了 对不对 苹果是不是现在销路 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好 8046南电 你要想到一件事 他以前是这个样 是因为苹果的加持 那现在他们家老大 华通说我要做了 你说他还有机会吗 所以他才一路上往下跌 那2615的万海 其实不用到今天 已经破低点了 所以343的空单不用补 笑话 黄老师你在讲笑话 对 我又在讲笑话了 343谁带你放空过 我啊 在这个时候你还记不记得 我说这个地方啊 300块卖掉 结果后来又涨了53块 你们笑了我好几天 每天给我笑 每天都笑我 我说这已经击笑了 这个你看嘛 这从来不涨的股票 突然之间涨到这么高 你还不走 差那个几块钱 不要它了好不好 结果呢 大家全部都通通去买 然后后来还有什么阳明长龙万海赤救会 看起来赤救会又要出来啦 我说过 各位看到没有 股票市场你不要有分别心 更不要去听那个外资去讲 结果呢 它到今天还在跌啊 它到今天还在涨啊 那我跟各位讲一件事啊 你说老师 这个药花药会涨到哪里 我说我只能告诉你一件事 合一我说会涨到四百七十几块钱 你可以把那集节目调出来 这是教材里面 我的这个生计保典里面写的四字头 当时才一百七十几块 我写四字头 我一定有我的办法 我说它的方法是用 所谓的未来的目标市场 去计算了好不好 所以呢 各位看到没有 药花药会涨 那么太福也有机会 等等这些情况啊 所以这么形容好了啦 哎呦 来再刚刚各位复习一下下 现在怎么做 有量的你再去做好不好 你有没有想过啊 就光这个月 你做富也来讲的话 也比你在电子股上面 拼老命在那边做的 要死不活要好很多啊 你光做海湾 现在被限制交易 也还是比较好很多 而且目前还在续报当中 我们一开始先跟你讲说 从观光股做完之后 我们现在要转生计股 然后今天开始跟各位提到说 生计股是变成是重要的一个主流 对不对 没错吧 哎呦 不用了 不用再翻了 就是这样了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啊 基本上请你 前面还有那个 前面还有三副 还要不要看一下 所以这次来讲的话 你一定要想办法跟我 我真的必须要这么说 选对人跟对股票 气就顺了 我长线上 我认为观光股还是好 因为美国不好嘛 美国不好的话 你大概就只有这几个方向 可以做了啦 美国不好的话 大部分你就是做发电嘛 发电最近也不怎么样嘛 那不然就是做观光嘛 观光现在还在好嘛 要不然就做生计股嘛 生计股现在又要开这个圣地牙哥的会议 然后贺癌平 最重要是产业面上贺癌平又到了期了 贺癌平到期之后大家都有机会嘛 那很少人知道这个事情 大部分都只会跟你讲 啊那个生计股不错啦 没关系你来找我就对了好不好 我真的有来说了没来啦 跟对人做对方向 那么股票对了气就顺了 我再跟各位强调一件事啊 如果合一可以到四字头 到476块 合一可以到476块钱的期望值 那我认为如果按照合一的思考点 那要滑要应该还没有完 这样可以吗 我这样形容好不好 那至于会到哪里 我的会员朋友一定比你先知道 我只能这么形容啊 那再拜托大家一件事情 一定要记得一下 换股是一门最高的艺术啊 那么现在都还有机会啊 万一11什么15616破掉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就跟你讲 你连想要找出路的机会都没有啦 那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我想我先很简单的跟各位提到一件事 你也有机会成为张军宁 而且呢 我不用让你买进去之后 等个好几年 我一定让各位说 一定是抓到这个时间点 因为贺癌萍 他有65亿的美金的市场啊 当初浩鼎有去挑战他 但是后来人家说 浩鼎你太忠厚老实了 你不要讲说 你要去跟他抢新药 因为有65亿的市场 美国的那个 美国的那个 美国这种所谓审查委员会 也是由这个贺癌萍等等 这些专家组成的 他怎么可能把市场全部浪给你啊 那现在他到齐了 他没有 他不会挡你了 懂我意思了没有 他以前没到齐 你说我来挑战你 哇 你有65亿美金 我来分30亿 你当美国是 美国是吃素的吗 所以我跟你讲 外资啊 不是跟你讲说 哎 哎不错赶快买 美国人是吃素的吗 不是美国人是吃素的吗 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嘛 换成你是美国 你也是想要去赚钱 美国人不会把那个钱给你赚 但是他到齐了 他现在没有必要要挡你了 你懂我意思了没有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太福你看 今天是不是就这么上来了 我认为太福还有机会啦 因为大家现在冲来冲去 是不是就这么上来 那接下来这档比太福更为强势 甚至各位看到4911 直接锁掌停 锁到现在还打不开 这是个 这连美国人都没想到 这因为他本来是做 有一点汉方储要的 就是说我们中要的一点东西的 他现在中西一合并的时候 竟然可以连续掌停 哎 如果做到这支的话 说不定我一打开 他变成德英 我告诉你 所以欢迎各位 想尽办法跟上来 你只要好好的播种 哪怕你是这种 我真的跟各位讲 基本款 我说这叫基本款好不好 基本款 或是你要爆发性的股票 涨停涨停涨停 像这种德英这种方面的股票 请你一定要来找 对生技最了解的财富指挥官 请你一定要跟上我的YT 好吗 那也请你一定要想办法 改变你自己的命运 全天底下不是只有电子股 全天底下不是只有长龙 阳明万海 生命智慧寻找出路 不要连恐龙都不如 小兰都会自己生小孩 生命智慧寻找出路 我已经在爆雷了 这是最后一集的内容 欢迎各位 想尽办法跟上 真的帮你趋吉避凶 帮你的资金找到出路 生技股出量最强 涨停 涨停 再涨停 我们等您电话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上YouTube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一记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现在就扫QR Code 订阅运通财经台频道 让您不再错失任何精彩节目 YouTube订阅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黄建哲老师声明书 近来网络诈骗猖獗 利用黄建哲肖向发送LINE讯息 提供不时的股票分析意见 或推荐建议 诈骗投资人 请投资人勿受骗上当 若有疑问 请拨打运达投顾公司电话 02-2781-0909 确认以免权益受损 考卫财经实际 周周拼价差 业绩股 题材股 人气股 涨停 涨停 再涨停 运达投顾黄老师 九大标舞要领 专挑起掌第一支涨停版 分担惠力待进待出 短线保护长线 周周拼价差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有人跟我告白 我拒绝他了 从那天开始 他每天出现在我附近 还会发很大